Hello 各位早上 來到10月6日星期五 歡迎收看今天的ET開市直擊 我是艾圓和艾爾 今早有中微政犬研究部執行董事王偉豪 Rafi為大家分析事況解答投資問題 早上Rafi 早上Rafi 我看到昨晚美股也回軟 投資資金正在網上的是今晚非農的就業數據 道指收市跌幅收集到9點 行之夜期反彈升88點 高速是830點 稍後會問Rafi怎樣看美股、以美債、港股市況 怎麼辦呢 大家有股票疑難的話 歡迎WhatsApp留言給我們 電話是96133819 或者可以在節目留言區留言 說你的名字和想問的股票問題 現在先看看外圍表現 美國最新公佈的就業數據 首次及連續新領適合救濟人數 少過預期 市場聚焦今晚公佈的失業率 以及非農新增職位數字 美場債息回軟 但仍然高企 美股反覆偏遠 道指曾經跌超過180點 收市未跌9點 報33119點 標誌跌5點 報4258點 納指跌16點 報13219點 美國十年期債息先升後跌 回落到4.7厘以下 美匯跌大約0.4% 去到106.34的水平 企有價格未止跌 再跌大約2% 金價徘徊7個月低位 而美股方面 蘋果升0.7% Amazon跌0.8% Tesla跌了0.5% 而電動車股Rivian 計劃發行可換股票據 股價插水超過2.2% 迪士尼升近2% 是表現最強的道指成分股 招點中概股和ADR的表現 百度比港股升近2% 美團和網易升80.8% 京東和阿里巴巴升0.6% 至0.7% 騰訊ADR直算簿$300.63 比本港收市還未升0.3% 匯豐控股ADR比本港收市升2% 直算簿$62.3% 友邦升0.4% 港交所升0.3% 今早上外圍市況 道指期貨的變動不大 33297點跌7點 納指期貨還未升 至於亞太區股市方面 個別發展價 日本市偏遠 日景平均指數30974點 跌101點 跌幅0.3% 南韓市升0.3% 澳洲升0.2% 新西蘭市跌了0.6% 我們可以看看恒指一日期的情況 港股也有機會 下一段時間可以靠找 日期升80幾點 先跟YB聊聊外圍的情況 美股大家知道 最近都是看著債息率 星期五晚即今晚 會公佈美國非農和失業率 都可以預示到利率的走勢 是否有啟示 雖然最近公佈ADP 小非農新增職位 就少過預期 不過見到市場的專家 都仍是上調了 非農新增職位 新增職位的預測到17萬 昨晚看到部分資金率先 平了美國債券淡倉 不過美債息雖然回軟 還是高企 現在大家想 究竟美國的加息 周期其實都估快見頂 為何長債息都止升不下 現在還有那些勸商 又經常出來唱 又說又不知會去到幾乎 可能高息利率的情況 會持續得比上市中 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我也要跟你說一下 為何今年的美債 抛售潮 如何才會結束呢 債息如何才會有見頂回落的訊號 是的 其實我想很明顯近期影響著 可能美股或者港股 或者環球股市 其實一個最主要因素 都是債息上 即是說真的 你不要只看到美國那邊的債息上 其實過去這幾天 曾經連亞太區 例如日本也好 或者歐洲那些債息 都是一起上 其實最主要的一點 就是環球對於息口的看法 都仍覺得是會繼續上 就算所謂見頂 例如美國為例 可能真的交了一次 不加了 但問題就是不加 還不加 但它不是這麼快就減回頭 真的 譬如我們說 過去幾個星期都說過 就是 在Fadonga這個說法 可能保持著高位 更加久的時間 甚至乎近日搞笑些 有些事情說 永遠 保持著都是一個高位 那就是糟糕 是的 所以這就是最主要影響著 債息上的因素 所以你說這件事 幾時會有改變 或者是少少類似逆轉 那這真是好看著大家 如何對於息口的預期 如果你說突然間對於 剛才提到 維持在高位較長的看法 有些降溫 或者覺得可能下年 又真的有機會減分多一點 所以所謂類似 即是配合一些 變相 我想才有機會 令債息下落一點 然後才對於股市 真的鬆一鬆 或者休息 否則其實暫時 都沒有太大的改變 當然了 債息上 不是真的 每天都狂飆幾十點 給你看的 可能好像過去這一兩天 那樣 譬如十年期債息 日前去到四十八半 這些位置 四十九之後 那你這一兩天 便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所以 亦是少少說休息一下 又令到股市 稍為定一點 譬如我美股 前一晚的反彈 昨晚來說 雖然跌 但最後也不需要跌 全都是一些 稍為定定一點的格局 所以我想 唯一你只可以說 短線 看著究竟債息 是否還有一個 可能休息的一個情況 如果它是能夠再休息一休息 譬如可能 四里七嶺也可 再回多一點點也好 那才有機會 可能對於美股 是叫做短期有 再淡多一點點 否則其實暫時 你說一日半日 那些反彈 回升或企穩 是不是等於這麼快 跌夠了呢 這個就挺難說的 那當然 很大的程度 取決於如何看 剛才提到的息口 而息口 其實最貼下去 都是看著數據 即經濟面的情況 譬如剛才提到 為何過去這一兩天 債息又回了一點點 剛才你也提到的 就是 源自於星期三的ADP數據 的確出來 比預期差 大家現在就覺得 可能是一件好事 壞消息當好消息 不敢加得那麼勁住 或者可能真的會考慮一下 加碼式的情況 所以比較直接 可能問一下真的 今晚的飛龍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地方 剛才你報的時候也有說 就是 過去這幾天 譬如ADP數據 但是偏偏 所謂的經濟學家 或者專家 是上一條今晚的飛龍 我覺得 你說從陰謀論 其實可能對市 也是一件好事 你上一條德 預期是會更加高 那出來可能 低過預期 是的 比預期的機會性大了 又好像星期三 炒回那一夜 就是低過預期 又覺得可能沒有加那麼勁 那時候又可能 想借勸彈 那我想這些 可能也有一點想 是類似 人為做一個 短期反彈的效果 但是這個 是不是真的這樣 那真的要看今晚的數據 可能上一條完之後 真的比預期還好 這個就不一定 但是我覺得 可以這樣去留意著 但是 唯一只可以說 真是唯有見步行步 看著數據如何去出 還有其實除了你說 這一刻說今晚的 非農 失業率數據之外 那其實你從整個 美國角度來計 其實還要考慮過 幾個星期間 我提過的一些 可能停靶的因素 因為你現在新增了 就是 麥卡錫被人 罷免了之後 究竟眾議院 是否可以 這麼快選出議長出來呢 而令到 可能之前所謂的 寬冷期 45天那裏 是再搞定呢 這也是一些 類似和時間競賽的情況 那這些又是會阻礙著 假設再停靶 再搞下去 各位都說過 就會影響著 之後的數據公佈 或者真的出糧 那些情況 那這些又是會令到 整個市場 看看怎樣去表現 所以我自己覺得 暫時 就是外圍方面 我想都是波動一點 那特別對於 這個美股來說 我想都是一個 這樣的情況 那如果短線來說 的策略 是否應該是不動 還是怎樣 因為我們可能要再明確一點 那個方向 可能要到11月頭 那個聯儲局議息 才會知道 真的他們想怎樣走 那是否暫時 說美股 是寧願什麼都不要操作著呢 還是有些想法呢 其實 如果問到 所謂操作 或者部署 這個又是有一些 棘手 或者尷尬的位置 我想有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 相對 不同市場去做個比較 那雖然說美股 過去這個兩月 開始調整 譬如你標指上個月跌了4% 道指跌到今年升幅 沒有了 唯一納指還算是 頂多下 雖然過去這個幾兩個月 是正在調整 但是你對比其他市場 那美國也是有 它的吸引性 就是 反過來你問 可能一些基金 一些基金 他不買美股買些什麼 就是 沒有什麼市場可以選擇 難道選港股嗎 講一句 可能要回到美元 就這樣說 或者選擇其他的資產 如果真的股市來說 其實你沒有什麼市場可以選擇 所以這件事來說 很尷尬 就是好像覺得會落 但是會不會又有些錢 去低位 頂著呢 形成就是 這個究竟買月不買呢 我覺得是 挺尷尬的一件事 當然 我覺得 從剛才說到一些 客觀的數據 因素上說 我覺得是 還有一個調整可能性的 所以如果讓我自己選擇 我覺得 一動不如一靜 可能 又不是叫大家要 走出貨 走出貨 但是 你說現在是否要入場 我覺得 可能真的要先觀望一下 如果不是這麼急 其實真的要等 剛才提到的 可能一些事件 再更清晰 就是說 是否一定到11月 到那個議席會 就等於明朗了 等於各方面走出來 到時 又未必 這個永遠大家都知道 幾個月前都是這樣說的 所以我覺得 就要看 現在就是這樣去等待 所以如果不是心急 我覺得現在 就不妨稍微觀望一下 港股 可能大家都觀望了很久 等一下問 你又怎麼辦 現在 轉看港股上日表現 看到昨天 恒指高開54點 早段反覆向好的 曾經升了140點 各位見過17,336點 下午之後升幅收集 恒指最終微升18點 收市報17,213點 北水繼續缺席 成交壓縮減到470億 波子升0.1% 報3,757點 騰訊升0.7% 美團跌近1% 阿里巴巴跌0.5% 啤酒股做好 白威亞太升超過5% 華潤啤酒升2% 內房股個別發展 融創中國升6% 恆大下初1乘1 北水繼續暫停 到下星期一就會恢復 那就說一下港股 問Rafi怎樣看 剛才我們有開始前 我們才有說 其實好像今個禮拜 我問你會不會 上星期都差不多 無聊 也不是的 你上個禮拜都說 比上個禮拜還差 還差 你說沒有證據 但又剛好說 先跌後勝 這個禮拜 真的上星期五彈完 不知道今天有沒有彈 但看到昨天就反彈 好像沒有太多力 是不是那個沉底格局 仍然存在呢 還有如果說下星期 終於A股會復事 還有北水又回來 還有沒有幫助 大家都有這個憧憬 衝憬 或者希望 因為你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寄望 沒錯 不斷去找 導演 有沒有什麼可以催化到個市 或者動到個市 因為其實說真的 你說這個禮拜 當然是弱的 當然不用說 市值不斷在年來底位 但問題是弱得來 成交也是很差 當然你說 關不關沒有北水 沒有A股市 但我會覺得 一點就是 譬如你昨天 四百多億的成交 前日五百多億的成交 就算我當你昨天前日 好像以往那樣 有北水有A股 其實北水佔的比例有多大呢 就是是不是一下子 譬如昨天假設有北水 會由原本四百多億成交 有變回過千億給你 即是有沒有五百多億是來自北水那邊 即是這個 我想大家都有一個答案在那裡 一定不是 所以其實是不是真的 完全關於北水放假的市 而市政 我覺得就部分 也不是一定完全是 反而我覺得是真的 大家沒有一個意欲去入市 沒有一個信心去入市 因為你反過來說 就是跌就跌了很多 看現在的圖也看到 就是年初跌到現在 二萬二千七 下到現在一萬七千邊 即是最低來算 下了 也算不及多少千點 說真的 但下到這些位 你說估值所有的東西 大家都懂得升 是很便宜的 但是 即是為什麼 如果說真的去到這麼便宜 大家覺得市場是OK的 沒理由去低位不買東西的 所以很多時候 以往如果市場是OK的話 其實去到低位 反而有時候會是多一點成交 因為大家開始入貨 即是你等了這麼久 沒理由不入 但你反而去到這些位 都還是這麼低的成交 其實意味著 大家還是不肯去入貨 或者不肯去入市 所以這一點其實 如果只是以分這樣看 說真的 你說短期廣股 那個所謂的弱勢 我想就未這麼快是擺脫的了 所以當然 可能今天 或者過去這幾天 都是久不久彈一些 又試過一下 但是彈完 如果你沒有一些 真的 不要說其他基本因素 怎樣去說 我想很實際地 沒有一個沒有水 即是沒有成交去做支撐的話 其實市場上升不到太久 這個唯一是這樣看 所以過去都說 短期 你說問到我的市場 我想還是審慎